今天很高興在這個論壇有機會代表台北福邦銀行來跟各位先進介紹 我們金控跟我們銀行在永續轉型這件事情 我們做的一些做法跟我們的努力的一些分享 那身為這個台灣金融業的議員 我們知道在永續轉型這個很重要的議題上面 我們可以發揮的角色一定是很大的 因為我們這個在資金的應用上面是對 不管是企業界對個人都是一個很大的影響的一個層面 所以利用這個機會也把我們一些做到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做一個簡介 先從金控的層面來談我們這個永續發展的這個 幾個處理方向我們從金控這樣 TOP DOWN下來大概有四個這個處理方向 從左邊來看的話我們就是從客戶面我們就要希望達到這個低碳的這個這個成效 包括明堂自己以及透過我們的這個 資金的角色來協助我們達到這個低碳的這個整個的結果 那另外就是在工具面我們希望我們提供各類的金融服務 可以盡量的導向數位方面的工具跟客人的engagement的金融服務 越來越數位化的話對我們這個低碳轉型一定是越來越有幫助 那就內部上來講我們希望透過激勵的方式來建立一個多元尊重和諧的一個企業文化 來打造一個健康安全的一個資產環境 就是對內部的激勵方面 那在外部的影響方面我們希望串連整個社會的這個資源 包括關懷社會的弱勢啦推廣這個金融的這種教育啦 來打造一個多元的一個金融環境 這個是整個市的一個策略主軸 那代表方議談在這個這個目標底下呢 我們提供一個其實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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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的指標嘛 如果以低碳測量來講我們去年的整個的屬於綠色的投資跟農資加起來的餘額也將近是六千億 其實到現在已經超過六千億了我們今天希望可以足度的達到六千五百億的這個這個目標 那這個金額多大呢我們在在後面的代表意義是什麼 在後面會再繼續做一點介紹 那整個我們知道台灣在政府在提出了這個二零五年的這個近年的轉型 大概有十二項的關鍵戰略 那其中金融業最能夠著力的就是裡面的所謂的綠色金融的部分 所以在右邊來講我們比較積極可以做的就是加速我剛提的這個 所謂綠色相關的這個投資跟農資的力道 我們透過跟我們的客戶的這個比較密切的接洽跟訪談 知道他們在近年轉型需要的資金需要的需求是什麼 同時來落實我們在 ESG上面的審核 來提供這個環境跟社會衝擊的這樣的一個審核 來帶動整個企業注重這個這個ESG 那另外一個比較大的策略方案就是所謂的以大代小 能把客戶分成這個大企業跟中小企業 大型企業因為他比較有資源來做這個 這個低碳轉型跟這ESG相關的投入 所以我們跟他一起來共同做這個所謂的綠色的禁止調查 來做一些往來的策略 那以希望這些大型企業透過他的供應鏈來帶領這些中小企業 來往這個綠色轉型裡面來做努力 同時我們也主動的對中小企業也舉辦了很多ESG相關的論壇 來輔導這個企業建構這整個減碳的能力 那如果就組織架構上面 就北富雲來講我們這個從上而下從下而上 從上而下指的就是我們所有從部門主管一直到董事長 我們的所有的這個工作指標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ESG相關目標的設定在裡面 這個權重至少要5到10% 這個在依他各種不同的工作領域 來建立這不同的ESG相關的工作指標 那由下上來講我們在董事會底下 也成立了這個永續發展的一個執行長組 由總經來擔任這個執行長 這裡面有6個小組 我裡面這個責任金融小組就在負責這個 永續金融相關跟氣候變全的營運的這個相關的小組 我們這個每一季都會開始會議 也會請我們這個董事會裡面的獨立董事 來預會指導 看我們這個每一季在這個永續金融發展上面的進度以及發展 那同時我們每半年都會把這個整個進度跟董事會做承包 那如果就內部的組織上面來講 比較break down一點 整個的綠色金融其實比較相關的客戶層面還是在企業戶 所以我們這方面的組織架構把它放在法人金融跟國際金融 都屬於企業金融的這個組織架構裡面 所以不管在前台的Marketing的部門 中台這個PM的部門 或者後台這個風險控管的部門 我們都有一連串的前中後的串接 把這個看客人的ESG相關的這個風險評估 把這個架構治理好 就可以讓前台知道在這個架構底下 怎麼樣去跟客人談ESG這件事 講這些客人講 他如果要獲得金融最好面的支持的話 他在ESG上面要做什麼樣的努力 所以透過這樣前中後台的一個架構 來跟客人傳達在我們在ESG上面所重視的一些面向 那同時我們在人才的培育上面 所以內部我們透過很多的這個 這個上課的機會 然後我這跟延續 跟延續也有很多的配合 延續也有很多的配合 都很多的我們叫 我們那部叫thinkESG 的一些跨部門的交流的平台 那同時對員工辦理這些交易訓練 其實從去年一整年來講 整個內部的訓練也超過10萬個小時了 那大家都知道銀行其實在跟客人最多的制定提供 都會經過一個獸信 獸信裡面就有很多的真信的程序在裡面 過往的銀行在看客人的這個credit的profile 通常都用這個大家書本上看到的5P的原則 不過現在這個都很基本的 現在再加上了 除了這個5P的原則 還要再加上這個防洗前的AMO的防治的檢核 另外一個最重要就是加上ESG的檢核 那ESG的檢核 本身的這個產業是屬於地產開發的 對環境汙染控制有幫助的影響 這都是我們積極乘坐的這個往來的策略 另外一類的客人是他屬於 本身屬於比較高影響 環境高影響的產業 可是他要做一些這個 這個基底轉型的制定需求 我們會提供這樣的策略往來 來屬於鼓勵轉型的這個類型 當然也有另外的客人是 他是屬於高影響的 環境高影響的行業 可是他又沒有什麼 積極轉型的這個作為的話 對我們來講 我們就屬於逐步退出的一個往來策略 那最差的就是屬於這兩者都沒有的 又有高影響 又有所有的經營跟資本支出 都沒有這方面的打算的話 我們就屬於不予乘坐的一個對象 那就提到剛期的這個所謂ESG 在壽性面的整個控管 這銀行的增性就有一點像漏斗一樣 從大到小 那最大的一個 一個這個所謂的入門的這個 快遞的我們就設在ESG的 左邊的這個檢查表這邊 我們有一些負面表類的行業 現在ESG高風險的因子 高碳牌的敏感的產業 然後看它是不是屬於吃到顏則 如果這幾個都符合了 再來看下一關 我們在做它的這種ESG的問卷的方式 這問卷有客觀的有主觀的 主觀的就包括客人要提供 他在這ESG上面的相關的投資的一些數字 那客觀的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公開的資訊 知道的他在ESG上面所做的一些努力 現在大型的上市規公司都有做第三方的認證 所以其實這個資料不難拿取的 也同時看他在過去幾年 他的每單位的生產 用的用水量用電量 是不是有逐年的在進步 所以ESG相關的投資的金額 vs他的營養的比例 像觀觀種種 我們在做到ESG的一些分類 那ESG下面這個分級表就是把它說出的產業 對環境的影響從高中低 以及他對這個ESG的投入的資源 高中低一樣做一個 類似一個九宮格的這樣匹配 越高的就屬於我們剛剛講的 可以積極往來的 越低了 甚至這個分數是在最底下的 就屬於我們不往來的行業 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 一個ESG相關的分級跟檢核 跟客人的洽談的溝通過程當中 讓客人讓客戶知道我們這對ESG的重視 以及對一些怎麼樣去做我們的一個標準 這個是投資面的一樣 投資面就是層層的這樣子來看負面表類的檢視 投資面比較是屬於銀行主動式 銀行大部分投的債票券都是屬於大型公司的 這方面的公開資訊都比較容易拿到 所以我們做這方面的負面表類的檢視 高攤牌的敏感產業的檢視 這個ESG進階的這幾個外部資訊的這些盤查 都過了以後我們才會進入我們這個 投資的這個名單裡面 這個是屬於我們跟主管機關 跟企業這邊的整個的兩面合作的情況 主管機關我們也參與了這個 New Basel協定的這個營益小組 做壓力測試的分組 同時來產生我們這個方面 各的測試作業的指引 還有這個相關的規範 這個都是跟主管機關的一些 一些合作的產生的這個成果 那客戶面就剛提到了 透過我們這些資金的提供的這個過程當中 讓他們知道我們怎麼樣去重視這個 ESG的層面 那對一些剛提到中小企業 我們就辦了很多的論壇 我們這個金控辦的叫這個 這個低碳的轉型的這個大未來論壇 我們在銀行辦的這個叫大蛇論壇 過去兩年這邊也有吸引了超過1600萬的參與人 有300多個企業戶參與我們這個論壇 那其實剛剛提到都是比較做法上面 那提到我們這個比較實際的所謂的我們的產生的結果 以我們從2018年開始有專者的部門做這樣的業務來講 我們Finance的對象尤其是在做這個再生能源的這個客戶 他所累積的這個裝置容量已經接近6GW的這個裝置容量 那我們在綠能專案的連帶的主辦 在前年跟去年這連續兩年都是台灣市場的第一名 那以這樣的裝置容量每年這樣協助換算的發電量 大概是接近161度的一個發電量 這樣所取代的這樣的減碳的量 相當於就是一年是21000座的大暗森林量的一個 碳的吸附的一個數量 那其中我們在風力發電在太陽能的發電 這屬於動再生能源的發電 風力發電我們也是從2018年開始 這個是全台灣在離岸風電的融資機能是全體銀行之冠 那這都是我們這幾個相關的幾個融資對象的數字 就剛提到我們也是今年在台北市政府發行的 這個100億的永息債的整個銷售跟發行的經理行 就是由我們來擔任 那右邊提的是我們跟這個企業界的一些配合 包括我們跟美律實業也是台灣第一間用永續指數來連結的貸款 永鋒魚是一個職業 你知道這個職業生產的過程是對含金銀行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跟他辦了一個連帶是台灣第一筆用第三方認證來做的這個綠色貸款的連帶 約光的一個三億美金綠色債券 也不只在台灣 因為我們是在越南一個最大的民營銀行 所以我們也協助了越南最大的民營企業 以及叫Bingroup 也做一個五億美元的一個綠色貸款 當地的台商也一樣 也是一個越南的台商做的一個社會承認的貸款 甚至我們還幫印度的國間銀行做了一個很大金額的Social Loan 這個也是在印度士廊上的一個國外的銀行 在台資銀行擔任管理銀行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案件 剛提到我們跟台北市政府也替這個 台北市政府在2030年也希望整個台北市的公車全面都是電動化的一個公車 我們也提供這個公車業者等要是他買的時候是電動公車的話 我們就提供同志 有一個比較比較專屬的對象 那配合經濟部跟這個信保基金在做這個低碳智慧的這個貸款 還有我們今年以來也提供了4CE的融資金額 給100多間的這個中小企業 剛剛提到這個大代小 我們就是在前年也幫這個友達做一個 大家供應鏈的一個減碳的一個供應鏈的融資 就以符合我們剛剛所謂的大代小的這個的策略方向 這個是我們在過去這年 因為我們做這樣的這麼多的這個再生能源或者 這個Green Loan相關的這些 effort也在去年 也在去年得到這個iFa Asia 大家都知道這個銀行在做Corpel Finance 最信賴的一個雜誌就是叫做iFa iFa我們在去年也因為這樣的 effort 得到它一個台灣最佳聯台出版銀行的這個榮譽 那就提到我們這整個短中期的目標了 就銀行如果用數字來看的話 我們就剛剛提到了 我們希望在這個6000億的基礎底下 慢慢的到2030年我們可以接近一個8000億的一個規模 那6000億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以銀行我們銀行來講整個企業貸款 這個企業貸款是屬於這個壽性面的 包括我們這個外債的這個投資我們的整個部位 如果以我們現在6000億來講 我們大概有超過三成的這個部位 全部都是跟Green Loan相關的 所以我們就是幾乎來講我們是做100塊的放款 其中就超過30塊是跟Green Loan相關的融資或投資 所以這個是我們希望把這個比例逐年可以提高 好這個是我們就是過去從從這個02年到04年 各個在我們這個不管是外部的獎項 已經我們跟企業界做了各個什麼 在Green Loan跟跟這個綠色轉型這方面的 像比較具體的一些案件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最近時間比較短我就簡短的就介紹一下 我們在北副營身為這個金融店一環所做的一些努力 謝謝 好我們謝謝郭總 等一下QA的Session在應該會有很多想要了解 這個我們富邦營是什麼樣的這個策略 好那我們接著請林老師 林所長請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